多元加薩地區的戰火不斷 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 是先后呼吁以色列要暂时停止攻势 让人闹物资等已进入加薩 但是被以色列政府还有军方给拒绝 而同一时间位于以色列北边的黎巴嫩真主党 不但是声援了哈马斯 也发射火箭攻击以色列北部城镇 从燕门到伊朗 大批群众聚集在户外的大萤幕前 一面收看真主党领袖 纳斯瑞拉发表威胁以色列的声明 一面欢呼鼓掌 根据以色列和黎巴嫩媒体的报道 以色列北部城镇与军事据点 确实已经遭到来自黎巴嫩发射的火箭攻击 而乙军也以火炮缓击 至于在南边的加薩 以色列持续破空与空袭哈马斯的据点 对于国际组织以及欧美民间团体 抗议移军的攻势 以色列总统赫佐格在接待到访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 特地在镜头前 秀出空飘给加薩居民的传单 强调已经尽到责任 事先呼吁平民撤离 美国总统拜登一号促勤 以色列暂时停火 让食物医药等物资运送进加薩 布林肯随即在三号抵达当地 会见以国政府高层 穿达美国政府的想法 但布林肯在以色列碰了一个大钉子 除了总统赫佐格藏掉 已经对加薩平民人质意境 总理纳坦亚胡更直言 没有先释放所有的以色列人质 一切免谈 在加薩边界拍摄的外国记者 三不五十艘 躲避随时来袭的榴弹 另外哈马斯指出 一批离开加薩医院的救护车 被移军击中 但以色列方面宣称 这些救护车不是在运伤患 而是哈马斯用来作为移动指挥所 以及藏匿武器的地方 公事新闻 薛家人编译